啊 我有话要说 你不要说 听我讲嘛 对啊 您有意见要发表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大家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呢 在我们2024年1月10号啊 今天早上我们这个特别的 这个讨论我们的大家谈 要和就是Jasmine啊 我们和曾飞一块在这 带给朋友们一年之际 在渔春 这当然了 在我们的财务方面的一个安排 如何一个好的计划 我们希望在今天的节目播出之后 对每一位朋友都有帮助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下边我们就先欢迎 曾飞参加我们的节目 哈喽曾飞你好 大家早 天明的早 早安 早安早安 还是可以Happy New Year一下吧 是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谢谢 而且我们相信 不久的很快 再几个礼拜 我们就要来恭喜发财了 哇 真的很快 对啊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好 我们今天呢 不管了 我们先在这里啊 和曾飞来看一下 因为新的一年展开了嘛 我想新的一年在不管是气候 好像比较温暖一点 我们就不要讲Global warming了 我们就说越来越温暖了 这个经济呢 在美国来讲 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 最起码失业率 比较失业率还在很低的情形下 然后税这个interest呢 好像也要可以 也开始平缓 或者要有下降的机会 所以看起来都很不错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和曾飞来看一下 就是如此好的环境里边 我想我们一年之际在于春 这个财务方面的安排啊 我们请曾飞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们总要给听众朋友一个全面的一个介绍 让大家看 不能都是看好的 不同的情形 我们也有不同的选择 任何事情一体两面嘛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好 那么也会有一些缺点 我们就不能够只讲好的 和曾飞呢 我们其实私底下我们两个常常在聊天啊 聊的东西朋友们 这个不能够公开讲 但是我们都很诚实的在聊 所以今天来准备讲一讲吧 我们讲到 我晓得你在这个财务规划方面啊 也经营了很久 很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知识和经验 是 财务规划来谈谈吧 我们就好坏一起讲好不好 一个一个来分析来介绍一下 好的 没问题啊 我还是觉得啊 要跟大家先谈谈一下 一个新年绝对要有一个新的希望 然后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你要那个财务的这个经济自主 你一定要去找手 你千万不要什么都让别人去帮你做 这样 那我认为那个经济自主不是一个梦 而是一个当务之急 也就是说 你今天就要开始做 这不是说 等以后 等孩子大了 我们再来做 或者是说 等我存够了钱 然后我再来做 我认为这个理财不一定要读很多的书 然后你也不需要很高的智商 我想你也不需要要赚很多的钱 你才能去理财 但是你却是 这个我们听到了以后 怎么呢 这个你不是要赚很多的钱才去理财 可是基本上钱都没有很多的时候 我怎么理呢 所以我就是觉得 这就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 很多人啊 他没有一个理财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认为这个理财要先有一个基本概念先 你有这个基本概念之后 然后你有一个对的方向 你往对的方向去做 比如说我们讲讲好了 这个年轻的朋友 他们有的是时间 但是他不一定有很多钱 尤其是像现在的年轻人 他刚刚毕业之后 他可能找到的工作 都不是他梦想当中的工作 但是但是你总是要生活嘛 对不对 可是我发现大家的习惯是不对的 因为那个像这些年轻人 他是先消费他才来存钱 他可能绝对是的 你想那你想是不是呢 就是说你先消费 那你先刷卡消费 然后之后再来付款 然后甚至有些人 他还没有全部把这个刷卡的钱付掉 他总是每个月每个月再付利息给银行 那我觉得你说我刚才讲的这句话 你要有一个理财的基本概念 因为你这个花钱 他会变成是一个习惯 那有些人像这年轻人 我谈谈我自己身边的好了 就我自己身边的 我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他很会买东西 他很会去买那个打折的物品 但是他买多 可是他买的东西 他不是买他需要的 他买到他想要的 那他消费就变成是一个成饮了 他变成是一个 好像好像就是他看到便宜的东西 那他就一定要去买 那你这样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说你又没有先存钱的习惯 那你老是觉得说 我反正我花到剩了 那我再来存 那你永远也存不到钱 OK 那所以我认为 就是理财的基本概念 那我今天想给大家一些 真正的一个理财的基本概念是 大家一定要懂72法规 72法规的话 是那个爱因 是那个爱因斯坦 他的一个法规 他说这个比就是怎么讲 比那个七个全世界的这个奇迹 还要奇迹的一个法规 他是一个那个compound interest 也就是说滚富力 滚富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你没有钱 当你年轻 当你年轻你没有钱 但是你可以存一两百块钱吧 你总是有这个一百两百块钱 你如果每个月能够先把你的薪水里面的 比如说那百分之五 那百分之二十 还是百分 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好了 你把这个钱每个月 你能够你能够存下来的话 时间的累积 就像在滚雪球一样 你刚开始你这个钱小嘛 那你要滚富力的话 刚才讲这个七十二法规是 当你知道利息的时候 你去用这个七十二去处于利息 那你就知道你的钱 在多久后它会滚一倍 比如说是一个percent的话 就是说那个百分之一的话 那你是要等七十二年之后 你的一百块才会变两百块 那算了 都已经胡子都长了 当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婆婆去了 是 但是你如果有六个percent到八个percent的话 你如果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那你如果有六的话 你去除一下 这个七十二除以六 那你多久后你的钱可以滚 那也要十二年 十二年 所以小钱自负 你年轻 你有很多的十二年 你有很多的十二年 听到这里 对耶 真的耶 真的耶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十二年吗 是是是 那我们呢 我们看一下在那报章杂志 或是说 那你去查一下这个数据 买这个共同基金或是什么 它在一个长期 在一个长期的效益之下 它可能也有六到八的利息 那你六到八的利息 你是不是就是说 你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呢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买股票的话 他们都是想说 要先买就要先赚的 根本大家都不会想要 就是说 去用这个时间 他们认为就是说 就是一个那个投机心态嘛 大家买了就想赚 那通常你去买股票 你也不放久 那谁都不知道 就是什么时候是 是那低点要去买 什么时候是高点 那我们通常 我们不是买在低点 但是也不会卖在高点嘛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如果能够定期定额的扣款 那你买的是一个平均值啊 比如说我有每个月 那我固定的就是 成个这个两百块 那我每个月买一点买一点买一点的话 那我买到的是一个平均值 那你买这样的一个平均值的话 那我想 那像我这样的一个傻瓜 也是能够理财啊 还提的持有 还提的持有 陈飞 我们要收一点 我们这样子再下去 我们两个人的 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模式 用语就要出来了 我们就要 节目当中就要出来了 我们两个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 朋友们 我们 忘记了 刚才有点像在跟你聊天一样 忘记了 不过呢 朋友们 这个是实话啊 这真的是这样 因为 尤其是刚才 曾飞谈到了年轻朋友 不是说年轻人 他们的智慧不好 或者是逻辑不对 其实这只是一种习惯 一种习惯 人是习惯的奴隶 不是习惯的动物 人是习惯的奴隶 当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以后 你要改 是很困难的 就会自动的 自然而然的 follow这个习惯下去 而在理财方面 刚才第一个 我们在刚才 曾飞谈到了 就是我们以前都说 我们有个小铺满 一个珠宝宝 我们放个铜板 每天放 放一个两个 一个两个累积下来 这是一个存钱 存款的一个观念 来自就是我们 我们说华裔 都有这样子的观念 只是呢 年轻朋友们 在这儿生长的 不一定有 所以我们希望 就是刚才 曾飞也谈到了 我们这个 他们 他们就算有一些钱 他们也许不是 不是说 我们说浪费 但是呢 他们买东西 实在是太厉害了 那个Amazon也好呢 或者是Timo也好了 或者阿里巴巴也行了 所有这些东西 他们 瞭如指掌 手机上面 都是这些讯息 看了以后就买 看了就买 而且还会告诉你 我货比不止三家 我货比六家 这个是价钱最好的 问题是说 是他想要的 不是他需要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是需要的 还是想要的 如果说 能够把这个观念 厘清 然后养成习惯 那么 小钱不用多久 就会翻成很大的 大钱 一大笔钱 一大笔钱 真的是这样 所以刚才我觉得 曾飞提醒大家的 这一个观念 除了我们自己之外 在孩子们的 这个财务方面的安排 在他们做 这个财务规划的时候 这个习惯 要尽早帮他们养成 尽早把这个习惯 给定下来 这个样子的话 金山银山 也许不是 这个肚子里带来的 不是在妈妈肚子里带来的 不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留下来的 而是就在他们的手上 他们自己就有金山银山 自己去营造 自己去累积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好 这个 下来呢 曾飞 再下来 我还要再跟大家谈谈 就是说 这个涂须的目的 那你有可能是为了 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在年轻的时候 你可能像我自己的孩子 他会存钱 他会存钱想要去旅游 他会存钱 他要想要去买一个东西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你的存钱 你一定要把它分批成 就是说 你是存的是给一个 短期的一个目标 还是说你是存起给一个 长期的目标 那你要记得就是说 你存给将来自己退休的钱 千万不要在中途去把它动 因为我发现就是 我们很多人 就是反正就是连我自己也一样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存钱 但是我存到在某个阶段 我又因为一个某种原因 那我需要这笔钱 然后我又把 我这笔钱又花掉了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你存钱还是要有那个目的 你有一个这个目的 那你想要存钱去旅游 那你存钱的话 那你不要跟你要存 跟你将来退休的钱放在一起 不然你搞到最后 你再要退休的时候 你还是一样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存钱 存了一辈子 到老了要退休了 到五六十岁要退休了 才有一天那个惊慌起来 就是哎呀 根本就没有存到什么钱 所以就是原地踏步 将快退休 是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你存钱的一个 你要那你要去这个设定一个目标 你如果是为了将来将来退休存钱 那你一定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这个钱要记得去退休用的 现在不能动 然后在以前像我们也常常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也学过 就是你看我们的钱 当我们的收入一拿回家之后 我们要付费用 我们要付水费 电费 要付孩子的这个教育费 要付这个付那个的 付到最后 付到最后我们才在想说我要来存钱 可是你会没有钱的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 当你一拿到薪水 你要把薪水要先存 你先存一部分起来 然后其他的钱 然后你再来花费 再来另外一件事也蛮重要 就是你存了钱 你要让你的钱能够涨利息 你不是说存了钱 你的钱就放在那边都不动 他都不涨利息 他如果都不涨利息 或是这个利息涨不够的话 单单一个通膨 你存的钱 他也不会成为太大的一个效益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税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的节税省税 这个你要懂 你要能懂的话 那你的钱也会多一点出来 你就不会付那么多的钱给Uncle Sam 我是觉得我们大家就是说 在理财上面 我们不要完全去相信任何的 就是那个任何人的话 我们自己要做点功课 自己要做点功课 你不要就是说你赚的钱 譬如说那个一对夫妻好了 我也有碰过像这样的问题 就是那个夫妻就是向着老公赚钱 回来全部交给老婆去管 可是这个老婆她又不懂理财 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等到你要退休才一看 哎呀 当初的钱都到哪边去了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钱到哪里去了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OK 因为我是觉得像现在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骗子 电话诈骗 是不是 什么东西 这个一大堆 要非常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你的钱都是很辛苦的钱 那你就是像你 就是有一些这个诈骗 像我最近有听过有些人就是存了钱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个电话 然后他相信了某个人的话 结果把整个这个退休的钱又全部 又没了 你知道吗 所以对 就是这也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就是有人给他打电话 说是什么那个FBI那边什么的 然后到最后他钱就乖乖的就 坏出去给人家了 要非常小心 对 因为现在我们的确有很多这种诈骗行为 然后对方呢 跟你联系了以后 冒充也许FBI 或者IRS 这样子的 先用个大帽子恐吓压制 然后呢 下边就行使诈骗 所以大伙 应该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是 都都相当的聪明 也都相当的理性 不是贸然行动 所以希望大家在 曾飞刚才提醒大家这一方面 一定要注意 而且呢 任何时候开始存钱 开始节省 开始省下来存钱 安排这个计划应该都不算晚 那有个问题 我想跟曾飞讨论一下 因为这也是听众也是问到的 就是OK 这个上有老下有小 我想我们在上一次 我们我跟曾飞私底下也讨论过 我们有听众也特别反应 尤其在现在 长辈 自己的高龄父母 也许他们有自己的退休的一些的经济 还不一定需要我们全力的来support 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小学啦 初中啦 高中啦 到大学 哪一个哪一天不花钱 哪一天不需要 天天都要 就上有老下有小 在中间当夹心饼干 当这一个sandwich 这种情形下 要存钱 要再把钱拿出来 几乎每一个泵子 每一分钱赚进来的 都要仔细的 怎么讲 仔细的来核算一下 要用到哪里 每一次都说钱要用到刀口上 每一次都紧哈哈的紧紧的 所以就想 在这一方面的话 这种情形下 要再把钱 已经够紧的情形下 不宽裕的情形 再挪钱出来 去做extra的储蓄 这样子合情合理吗 我觉得当年还是有需要的 你如果没有办法 去增高你的收入的话 那你就是要去减少你的开支 那我是认为 就是说 你要是没办法加班 那你就是再多找份工 但是你如果 这些都没有问题的话 你现在就是要 那个减少开支 你要减少开支 我觉得有很多人 我们谈谈 我自己的孩子好了 他家里的电视台 他有的app 可能那个比我都还要多 他有看 抱歉抱歉 朋友们抱歉 原谅我 原谅我 原谅原谅原谅 原谅我们以前 讲的有点 我们 我们 我们恢复到 我们两个人的聊天模式了 其实 真的 我儿子那边也是一样 我还要靠他呢 我看电视还要靠他 他的东西 还有靠他给我 那个密码 所以我才能进去看 对 我还要 share他的东西 他东西好多 他channel好多 好多不同的东西 我根本 没办法 我看不懂 我其实有些channel 确实是跟我的 女儿 share的 我是跟你讲 对啊 我觉得他的app 还比我多 那当然 是 那你说 是他存的比较多钱 还是我呢 这个我儿子一向都说 娘 你厉害 我只是说 你要是没办法去 那个增加收入 那你一定要去 那个减少开支 那你在这个减少开支上面的话 去看一下 你要有这个记账的一个习惯 当你有一个记账的习惯的时候 那你知道你的钱的来源去处 你知道你钱是花到哪里去了 有时候 像我们之前 那我们也提过 你的车子保险 你的房子保险 你的这个deductible 那是多少钱呢 就是 那你如果说 你的开车的记录非常好的话 你真的没钱存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 把这个deductible 稍微提高一点 那我的保费就可以降低一点了 对 就是 你要做个检视 就是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你有没有一些开支 是你那个不需要的开支 把它剪下来 然后 还有一些就是说 我可以不要买的东西 我可以不要有的东西 那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挤出一些钱来存 挤出一些钱来存 有很多储蓄的产品 我是觉得 你做什么都好 你可以买CD 你可以买股票 你可以买这个共同基金 你可以买年金 你可以投资在房地产 还是买债券 你要是有这个工作的话 那你们公司要是有提供 那个401K 要记得就是说 那个公司 他如果有给你一个match的话 你要去跟他match 你千万不要就是说 都不愿意多放钱进去 因为 那因为人家给你钱了 都已经 这个钱都送给你了 那你能放多少 尽量放 因为 因为这一些都是 人家给你的钱嘛 对不对 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 那我是 那我认为 就是说 当你没办法 去增高收入 那你就要想办法 就是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让我的小钱 能够 就是说 能够稳稳的 去赚 他去赚钱 你不要去想说 要什么是很急的 就是说 你要炒股票 这些都是说不定的 因为有时候 你是赚钱的 但是还是赔本的 像有些人 他甚至是被套牢的 OK 这也都是 对 这也都是不好的 那我认为 就是说 你能够挤出一点钱 然后 那个定期定额的 去买的话 像我认为 像那个共同基金 他虽然是不错 但是我认为 也是有一些人 就是买了之后 他买了股票 买了基金 就把他丢在那边 什么都不去管他 那他心里想着 那反正我不卖 就不赔 其实我觉得 像这种 那个 眼不见为敬的方式 其实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 OK 所以我刚才有讲 就是说 自己要做功课 你不要什么都交给别人 你不要认为说 你有一个 就是那个投资的代理人 他什么都帮你处理好好的 他的case这么多 有时候 他是不是 那是不是有花心思 在你这个case上面了 是 所以这个要注意 自己的东西 还是一样 我们不能 你的东西 你自己要处理 是 好 抱歉 抱歉 插嘴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是这样 我们在今天 和 曾飞 要在这个大家谈里面 真的是和大家聊 和大家 我们不是讲的 我们讲说很多的big words 这些大的理论 事实上都是很生活化的 我们自己都知道的 只是知道有没有在做是一回事 有的时候观念 有的时候呢 知道只是没想清楚 我知道的是什么 重点在哪里 而今天我们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呢 很谢谢曾飞为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也和这时间的关系 和曾飞在这 在空中的讨论 暂时告一段落 下次和曾飞继续讨论 那么之后呢 我和曾飞 我们继续讨论 不过呢 我们在下次 我会请曾飞呢 我也就是已经退休 或者已经借铃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们 这个族群的朋友们 我们说 尹法族的朋友们 是不是还有机会 是不是可以 还能够有机会 开始做这一方面的规划 然后能够让自己的退休生活 能够更宽裕一点 压力更少 更轻松 我们在下一回会和曾飞 在这一方面会有讨论 也欢迎朋友们别错过 今天先谢谢曾飞 谢谢 我们现在就要告一段落 下回我们再继续聊了 好吗 OK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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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